Easy come, easy go 大家好,我是Safolio的分析师Kevin 很高兴大家今天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这期的知识分享会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Flow生态全景与扣局之道 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唐老师 唐老师目前是Flow中文区的技术负责人 麻烦下一位,谢谢 今天的活动呢,是由我们Safolio Venture和Flow China一起共同主办的 麻烦下一位 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合作方对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 包括我们的特别合作伙伴Bmar John Hopkins教育会 NYU,以及我们的合作方 Olea VC道,W3 Hitchhiker,Ifa Crew和0X0 Crypt道 也非常感谢PNews对我们的媒体支持 麻烦下一位 在我们今天的分享会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行业内的机会 如果您是机构的投资者 无论是那个传统金融机构或者说是Crypto机构都可以 可以填一下我们Chatbox里面的一个链接 我们会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一个 Deal的一个分享会 一起跟您分享一些一级市场投资的机会 来,麻烦下一页 对,如果您本人对Crypto或者是Web3都非常感兴趣的话 想要重申其中,我们也提供一些就是行业里面就业的一个机会 大家可以从下面这个邮箱跟我们进行联系 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正式我们今天的分享会 前半段呢我们先请唐老师为大家做分享 时间大概是45分钟左右 然后我这边呢也会在唐老师分享之后 分享一些我们Safolio观察到的一些趋势和观点 然后会进入AMA的环节 大家可以自由提问啊 那我们下面就有请唐老师 时间交给你 呃,大家好 我我今天就是很荣幸啊 受到邀请来对那个Flow做一个全景式的一个分享和介绍 对,然后今天我我大概会从Flow生态的各个角度都 呃,相对全面的给大家呃,介绍一下Flow的一些 呃,无论是底层架构还是他上次智能合约 还是他在一些生态呃,钱包相关的一些呃,内容吧 对,呃,我们就在了解Flow之前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先会了解 想要了解一下Flow的一些呃,呃,背景啊 包括他的研发公司等等的 呃,Dapper Labs就是呃,打造Flow的这样一家公司 目前呃,总部是在温哥华 然后呃,也有500多人的团队在呃,打造 我们Flow,除了Flow呃之外,Dapper Labs下属的各个各类的产品线 呃,本身我们也是呃,更专注于将呃,全球各地的一些消费者 呃,让让他们能更容易的去使用呃,区块链啊 这是一个本身的宗旨吧,那Flow其实是这些一切 Dapper Labs打造产品的一个基础 嗯,如果大家对Dapper Labs不是很了解的话 那大家肯定啊,是了解过啊,当年以太坊上的一个啊 Cripple Deppy加密猫这样一个产品 那Dapper Labs就是啊,加密猫的啊,研发公司 然后之后啊,我们在啊,除了加密猫完成开发之后 我们其实也经过了啊,很多次的尝试,在18年左右的时候啊 我们啊,一直在寻找或者说是找到一个能真正意义上能为未来的一些NFT啊 去去做底层设施的这样一个区块链,但后来发现哎,没有找到 那既然如果没有找到的话,那我们就哎,不如我们自己做一个 于是就有了我们的flow,也有了第一款在flow上啊 打造的啊,完全授权的这样一个区块链产品 NBA Top Shots也在2021年的时候啊 基本上是啊,引爆了NFT的交易市场和NFT的一个热情 大家可能可以理解为NFT的一次 第二次的一个在整个市面上的一个爆发 也是由NBA Top Shots所带来的 那目前为止NBA Top Shots已经有了接近 10亿的二级市场交易额啊 不是,现在应该已经超过10亿的二级市场交易额 同时有大量的消费者在flow上使用 嗯,之后的话我们也会有更多的flow上的啊 基于flow的一些产品出现,我们包括像啊 NFL,我们美国的橄榄球联盟啊,包括UFC啊 啊等等的西甲联赛啊等等的各类的产品啊 最近我们啊也宣布了billboard和那个华南音乐也和啊 flow做合作啊,推出他们专属的NFT产品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我们现在啊 从NBA Top Shots之后推出的一些产品 其实更多的面向于嗯,怎么说啊,就面向于我们认知里面的web r的一些用户或者说是一些主流的消费者 对,这是在呃,这个其实是一直是flow在呃,产品的开发和呃,供链的这个设计角度上 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就是无论是知心合一吧 就是无论是呃,研发方向,还是在呃,面向的真正的用户群 我们都是啊,希望能给整个web3,web3的世界带来更多的增量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啊,dapperlabs现有的一些产品线 其实这是从上而下的呃,一次一个个呃,呃,是一基础吧 呃,flow公列是我们全部的就是说产品线的呃,最底层的基础设施 嗯,而dapperlabs的呃,呃,flow公列上的专属钱包,其实啊,不止dapperwallet一个,呃,但是对于呃,吸引外包用户来说,呃,dapperwallet是最主要的一个钱包,呃,后续我也会来专门来说明dapperwallet的一些,一些,一些情况吧 然后啊,mba topshot这个产品是啊,使用了dapperwallet作为钱包,并将NFT啊,产品啊,运行在flow公列上的,这样一个, 呃,应用产品,呃,所以这三个产品线都是属于dapperlabs的产品,但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分层的一个,一个,一个关系在 而呃,对于开,呃,对于面向,呃,区块链世界来说,呃,更加社区化的,或者说是更,更,呃,更去中心化的产品,呃,目前来说是flow blockchain,呃,所以我今天就说可以从,呃,一个,一个,呃,一层一层的来给大家做一些,呃, flow公链和dapperlabs做的那些事情吧,一块是关于我们的啊,flow本身,呃,在了解呃,大多数,公链情况的时候,大家其实会第一个有一个问题啊,就说,哎,你们这公链啊,是什么样的共识,或者说你们的,呃,节点是怎么样来做的,你们是用的, 啊,POS啊,还是什么,怎么样来弄的,但,呃,我们的CTO Dieter在,呃,早年,呃,研究各种公链的情况,呃,各聊,研究各种公链的时候,就说一直, 去,呃,寻求一个能面向,呃,消费级用户的这样一个公链,呃,最后得到的结论是没有找到,呃,没有找到的原因就是说, 呃,无论是以太坊的架构,还是说,呃,当时出现的种种,呃,各种,啊,雷尔温的公链的那些架构,都无法满足,呃,他想要的大规模计算和,呃, 呃,大量消费者涌入的情况下能,能达到的这样一个,一个,啊,标准,所以,呃,基本上是,啊,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啊,调研各个,呃,公链的白皮书,调研各种的技术方案,呃,最后再给Flow设计的那一套,其实,呃,我们目前来说是相对,呃,具有,在整个区块链世界也是非常有独特性的一些,呃,架构设计, 我们在,呃,整个的,呃,节点设计中,我们并没有说我们将所有的功能都放在单个节点上,而是将,呃,节点的功能拆分为了不同的四类节点,呃,我们可以认为在区块链的任务中,其实是分两大块模型的,两大块类型的,呃,一类我们称之为确定形容,另外一类称之为非确定形容,那,比如说我们的共识, 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我们需要,呃,如何将,呃,交易的先后达到顺序,达成一致,呃,这个其实是一个偏主观性的事情,呃,他其实是,呃,他就是一种非确定性的任务,并不是说,我,我,我,A节点,我可以认为你,你是ABC的排序,呃,B节点,我可以说,D,D,D,C,呃,D,CBA的排序,呃, 那,那,怎样的话,到底是由谁来决定这个排序的顺序,完全是由,呃,当时操作的这个节点来,来决定的,那,对于共识节点来说,它是非,非确定性的,而对于计算这件事情来说, OK,我一个交易发上去,你这交易能不能成功,能不能顺序的执行完,当中会不会报哪些错,或者最后的产生结果是什么,它是一个确定性的,也是一个客观的,对,然后消耗,计算消耗的资源,其实计算力的消耗的资源,肯定是消耗的更多,但是说OK,我计算,他需要的安全需求会高吗,他其实安全需求就会相对很,相对较低,而对于共识节点来说,我的计算资源消耗, 其实并不大,但是我需要所面临的那个安全风险,其实是更大的,就安全,我对共识来说,安全的需求是更大的,那对于不可能三角的情况来说,OK,我如果注重了某一方,那也知道不可能三角件事,说如果我更注重了安全性,那可能我去中一化程度就不行了,或者说我更注重了去中一化程度,可能安全性不行,但是如果我们将整个区块链世界的 这些业务,我们把它完全拆分出来,将共识和计算彻底分开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是我们可以在某一些节点上,让安全性更加注重,比如共识,我让他 用更小的算力,然后有更多的那个计算节点来参与进来,那他的安全性可能会提高,但我们对于计算类的业务,我只需要有很少的节点,但我可以用很贵的机器,然后很好的性能,让他的计算能达到一定的成,一定的高度,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忽视掉一定的去中一化,对吧,就用较少的节点,然后更快速的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当我们通过分离共识和计算这个架构来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 不可能三角进行一个规避,而不是说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去规避了这个问题,让该做 计算的节点做计算,而有更多的 而共识节点可能只 只做一个节点排,交易排序,交易选择的 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 看到我们的 节点的一个 规划和他的一个业务流程上面可以看到 说我,我们 当我们的交易拿到 交易会被收集节点收集到之后,我们共识节点可能第一次完成了一次交易的排序,交易的内容之后,就直接再送到了我们的计算节点,然后计算节点完成了一个确定性的任务,完成计算之后,再丢给了我们的业务 做一个三分之二的这样一个,我们因为我们也是用了host stuff,就是说一个迭代版的一个 BFT嘛 嗯 嗯 在这样一个流水线的啊,这样一个 节点的设计下,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啊,完成了这个效率的提升,而且其实 啊,他的设计理念中,也也就是,嗯,并没有去说我们有我们遵循了就说啊,各种理开访啊,或者他们所所所所考虑的那些啊,分片的这种行为,他是将啊一个 一个,一个节点,专注于服务,某一件事情,来提升整个步骤中整体的一个效率,将他以啊,一种流水线的方式来完成,来,由由这种方式来提升整个网络的一个一个啊,安全性和一个啊,一个计算效率 对,所以在这样的啊,特殊的一个一个架构下的话,我们其实呢,很容易的说,我们当我们哪里出现啊,比如说我们出现计算瓶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通过啊,提高我们计算节点的性能啊,增加计算节点的一个一个啊,效能的方式来增加计算量啊,增加计算的一个一个一个速度啊,如果我们需要有更多更足够的安全啊,更共识的啊,安全性的啊, 确实性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啊,增加一定,一定量的一个一个共识节点和一个啊,verification的一个一个节点,让这件事情变得啊,足够的去中心化啊,所以我们在啊,不好意思,这话已经到下一个网块,所以啊,我们在那个节点的设计的这块,大家如果去官网我们啊,我后文也会会介绍到,如果我们去官网的啊,就后, 那个flow scan上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呃,我们专注于计算的节点,其实很少,目前啊,线上跑的,一共只有七个节点,而我们在共识上面的,使用在共识和verification上的节点是比较多的,有100多个节点,呃,总共目前是有啊,接近400多个啊,节点在跑,但其实真正啊,能能 最很好的性能在跑那个啊,我们计算内容的,的话,其实目前就有七个,所以它是一个啊,在部分功能上啊,非常去中心化,但又在啊,更核心的啊,就更确定性任务的那些啊,共节点上,它是相对来说比较中心化的一个,一个设计方案吧,嗯, 嗯,嗯,对,然后这块是flow在啊,节点设计上的一个啊,偏啊,就说和目前区块量,世界不太一样的一个啊,架构方案吧,然后啊,如果说是一个啊,新的用户想来参与到节点啊,flow的节点上的话,也是偏开放的,就说我们到我们的flow的啊,pots上,我可以打再聊天框,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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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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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节点来说已经有超过了三分之二的节点 已经是社区在运行的了 对 然后但是目前对于计算类的节点的话 要求还是蛮高的 目前只有三个是社区在运行 然后有四个节点是Vlog官方自己在运行 因为他对于计算要求性能和 就是计算性能上来说 就是要求还是非常高 目前是由这七个节点来完成 整个Flow网络的纯计算任务 对 当然其他的非确定性的共识任务 验证任务 这些的话 就是更多的开放给社区的节点服供应商来做 对 那这块是一个在节点架构上的一个设计 然后我再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对于Flow来说 它的智能合约 它并不是EVM兼容的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选择使用EVM兼容呢 就是说这也是我们的CTO当年在不断调研各种区块链和在思考未来NFT和数字资产 这件事情上发现的问题 也是其实现在Solidity类的各种智能合约面临的一些挑战 对 就是对于Solidity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主流的智能合约 都会面临的一个称之为中央账本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其实虽然是去中心化的业务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在智能合约中其实记录的数据依然是以中央账本的方式 做了数值的记录 数据的记录 那这样的话 大量的数字资产其实是以集中的方式存储在了智能合约中 那它其实是为很明显为黑客创建了一个中央秘贯的这样一个陷阱 因为所有东西其实并没有在资产层面上是去中心化 它是一个中央存储型的结构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Solidity的一个合约 它甚至没有满足各种标准 它只是一个记录一个balance的一个简单的描述 我们当我们需要对这个地址 我给它mint一些这个token的时候 我可能调用一下mint 这个balance的字段的记录就获得了增长 当我们想要将A我自己所有的资产转给B的时候 我其实调用一下send这个方法 其实就像于在我的A的资产中进行了减少 那在B的资产中进行了增加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Solidity的一个智能合约 它的数据存储方式是一个映射 它就存在这个智能合约里面 那我们如何改变我们的资产的数量呢 OK我们进行数字加减 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所有的人的资产都保存在了智能合约中 理论上如果智能合约层面出现了问题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单点事故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的一个代码的一个改动 就说我们其实同样的也无法在智能合约的逻辑表达层上来规避掉开发者 编写此类的恶意量当然实际生产中不会有开发者这么做 因为他也肯定合约也会经过审计 或者说经过层层的逻辑的验证 但是我们在设计层面上 我们在设计层面上是并不能去阻止EVM上的合约发生类似的情况 因为EVM合约它不会对这类的一些明显的 对于很严肃资产的这个这个amount 这个严肃资产的一些内容在语义层面上做做做检查 那如果OK黑客作恶或者说开发者作恶的话 它其实在资产的损失和 就是整个开发人员带来的承载的这种这种 panic我担心我的代码写号造成资产损失这件事情 其实这两者都是非常严重的 对因为 相当于我作为一个开发者 或者说我作为一个智能合约的控制人 我其实管管理了整个使用我这个智能合约的所有人的资产 如果我想我想跑路我想rug那其实对于一个开发者来说是是是相对容易的 而我当我这个智能合约里面的资产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也其实非常panic会不会出现 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那样的 因为一些我没有想到的一些问题带来的这种安全风险 这就是以中央帐本为模型带来的一些问题 那flow在设计智能合约的层面考虑了那些问题 我们从rust从swift从母语言中 无论是找找灵感还是说语法参考还是等等的这些 这些inspire我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智能合约语言 而且是面向资源的智能合约语言 我们来看看cadence是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cadence和solidity这语言比较上面 首先我们的存储的形式就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段代码里面 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指向出这个balance是 这个balance是属于哪个address 对就没有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存储形式并不是说我在区块链的智能合约中 我们定义了一个key value对 key是地址value是你的balance 没有这件事情 我们是将balance作为一个数据实例 这个资源就是这个valt是一个资源的数 一个形式 以数据实例的方式存储在了用户自己的数据的存储空间之中 而我们的valt这个资源 它其实目前在区块链中的智能合约里面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数据结构的定义 数据结构的定义是不会存储在用户的资产里的 它存储在智能合约中 而它也只是一个定义 真正的数据 真正的后你balance是多少 你balance是 a的balance是100 对吧 b的balance是10 对吧 这件事情是以这个resource实例的方式 将这个数值真正的存储在用户的account的存储空间中 所以在合约中在那个单点中是没有用户的数据 那里面只有定义 那我们再看 就是说整个的 这这其实就是一个一个诠释吧 就当我们要创建一个资源的时候 我们是将这个assets save到account的某个路径之中 它是 它的视角不再是智能合约 它的视角是以人为本 将资产的所有权真正的交付给了每个用户 而中央账目模型其实同时也是比较难以说 我去去去查询某个特定用户的所有资产 对于cadens来说其实是很容易的 因为 所有的资产都是真正存在用户的档案数据中 大家其实在做开发的时候也会很容易的去想到 如果我所有资产都在我自己的话 那我其实扫一下自己的档案就很方便 像以太说我要知道我这个账 我这个地址里边 所有的token的余额 那就必须去很反人类的去查询 每一个相对应的去调用每一个相对应的 这个智能合约 然后调用他们的barons off 来去获取这个信息 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 就说我们能非常直观的认知到我们的用户有些什么 对这也可能跳了一下 就说我们还是回到刚才关于就说我们这段合约中的存储形式不同所带来的一个问题 就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恶意代码其实在cadens中其实是不能一开始就不会被编译通过的 而资源的操作它是必须显示的来显示我这个资产的唯一性 呃 何谓资产的唯一性 就是说资源和普通的数值类型最大的不同就是普通的数值类型是可复制的 而就像balance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可复制的 就我把a balance等self的balance等于的balance 那这个balance其实是通过了复制的方法啊值类型是通过复制的方法转移给了另外一个类型 但是资源不是资源它在整个区块链上是唯一的 当我创建了这个资源之后啊 create这个资源之后 他通过他必须通过啊转移符号来将啊 这个资源转移到另外一个位置 同样的这个其实很像rass里面的所有权啊ownership这个这个概念啊 所以其实这个概念就说啊也是从rass中啊 获得了一些参考吧 然后就说在那个cadence中啊将这个更加显示的啊表达了出来啊 我们的资源只能通过转移符号进行转移 而当转移之后啊 a a变量转移了啊到了b变量之后 a变量里面它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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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的东西 它就空掉嗯而在呃标注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通过at的符号来进行标注 a你这东西必须是资源 那这样一个呃场景下的话 呃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呃 我们的资源啊对这里还有这个关一个销毁 就是说我们的资源如果传进来了之后 如果我不去销毁 那依然是啊编译器也会变错的 我如果传入的是临时资源 那我必须ok我最后我我我必须得销毁掉 所以对于资源类型来说 对资源来说他必须处在啊 他最后的结论最后的结果他必须是3z 你要么是销毁掉对吧 你要么是说我我作为一个反函数返回出来 或者说你可以和啊最开始我们刚才看到的啊 存入到用户空间中 所以一切资源变量 它是一个如果没有一个最终的归属的话 那这个编译器肯定会告诉你我的资源没有被正确的使用 你这个这个代码就会这个就报你高高就你报错了啊 甚至说你在节点上如果跑的话就告诉你对 这这这这有资源没有使用 你这个代码不能跑 对他是对于数据资产来说 是有一个非常强的安全保障的 嗯 所以我们在cadence在设计中 他对于啊相对于我们啊 其他类型的这个这个区块研 相对于solidity啊 或者啊 就是solidage等等 他们这种中央账本的啊 智能合约的优势就在于 他更加的去中性化 更加的安全 他cadence让所有的数字资产 保存在了用户自己的保障中 啊 他即使是说OK 我智能合约出现了问题 他也减少了啊 或者说分散了被攻击的载体啊 同时他所有资产都在用户档案中的话 也啊便于查询 更方便的查询用户的所有资产 呃 同时他也是一种更加人性化的一个账户模型 更容易的让人去理解 也呃 避免了就说大家就是很反直觉的一些 一些逻辑就举个例子 就是像我要查询 ERC20的所有的 我自己删的所有的余额 我必须去找所有人 所有的啊 就是几千个地址去问一遍 甚至说我要我 我得专门做一个index来做缓存这些东西 他他其实是一种很反直觉的东西 我有的东西 为什么我还要去找别人问 对不对 所以这这是一个 cadence在设计层面上的一些啊优势吧 呃 对 这是我们就说我刚才也也啊 就是flow onflow 啊 dot org是flow blockchain的一个管网 呃 上面有很多的一些学习资料和一些呃 就开发路径的文档啊 之类的还是蛮全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 对 呃 然后呃 我接着进入介绍 其实说第二个产品 flow的第二个产品模块 就我们刚才看到三个图吗flow供链对吧 然后第二个图啊 dapper wallet 这个其实是我们说整个dapperlabs在啊 就和其他供链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吧 dapperlabs自己做了一个钱包呃 在flow上做了一个钱包 dapper wallet 但dapper wallet 其实非常不web3啊 但可能会被人诟病啊 非常不web3 但他恰恰是考虑了更多的嗯 一些啊 授权产品ip产品主流用户合规需求等等的些啊 内容也也涵盖了在消费者层面上面消费者更容易使用的那些方式来去让消费者使用 嗯 最典型的两个特点 一个是说 我们的支付方式 dapper wallet在一开始的设计中啊 啊首先我还先说一下dapper wallet是一个纯托管钱包 他的呃资产是由dapperlabs的呃托管服务来来来来管理的 呃所以dapperlabsdapper wallet他可以提供非常便捷的这样的支付方式啊 无论是信用卡支付啊 就是银行卡银行的ach或者说是token的加密token的支付啊 这种比特以太或者说是usdc dai flow现在也支持了 对等等都可以 然后对于啊北美那边比较主流的那些啊 ach和电汇也ok啊 dapper余额是就是说其实就是dapper自己的一套一套余额系统吧 对整个的目前啊nba top shot啊和ufc nfl都使用了dapper wallet目前也累积到200多万的一个用户 然后啊非常大的一个啊10亿10亿以上的啊交易数据都是跑在dapper啊 wallet之上的 那第二块就是说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强的啊非常不是说强吧 非常有效和安全的一个kyc和aml的基础设施符 而这两块内容其实恰恰是对于web2的一些啊ip厂商和一些主要的啊合作伙伴 他们更愿意去接受区块链世界的一个一个理由 因为他们担心的可能就是ok我没法付钱 那消费者没法付钱或者说是ok你的内容不合法不合规 那在这两个事情上就是说dapper wallet他就是在啊怎么说呢 在大家更多注重于啊web3内户用户内卷的情况下 他优先第一步的去尝试了整合和啊完善了啊面向web2用户的那些资产啊面向web2用户的那些那些特性吧 所以就说对于开发者啊对于有有对于那种啊希望将自己的ip 或者说对合规性啊更加啊注重的那些啊传统开发者来说啊 揭露揭露dapper wallet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对他对他们来说非常直观 也非常容易能接受的一个选择 那这也是说啊为什么就说我们在就是nba top shot啊啊ufcr等等就说和官和啊知名的一些啊大厂商大ip一起合作的时候啊都会啊更多的引路dapper wallet一个一个原因吧 然后目前dapper wallet其实也开放了一个啊目前也处于一个alpha阶段啊就是 第三方的一些开发者也可以通过这个meet dapper的这个链接啊向dapper团队递交项目资料然后去进行一个整合的请求啊大概在今年啊夏天的就q3的时候dapper wallet也会更加开放进入一个beta阶段向更多的开发者开发 嗯这里是呃对这里要额外提点的就是说 嗯dapper wallet它的揭露方式其实和啊我们flow上的另外一些啊去中英化钱包啊我后面会说到啊去中英化钱包揭露方式差不多的 因为我们使用了就flow client library这套啊通用揭露框架在啊用fcl通用揭露框架的情况下 其实dapper wallet的揭露和啊我们那些去中英化钱包的揭露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只是说我们的呃Wallet discovery的这个这个呃UIL链接要要换成啊dapper meetdapper的dapper wallet官方的这个呃UIL 然后我无论是初始化而是就说呃其实只是一个配置不同 然后初始化的话就是说完全啊和标准的使用方式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而啊我们登录钱包的话就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呃就是认证啊connect wallet只要这这段代码其实就是我们连接钱包的全部代码 因为fcl呃背后呃做了基本上全部的事情啊无论是你是哪个呃dapper wallet还是说blockto还是elitical等等不同的钱包类型都是通用fcl的这样一个一个揭露方式来做登录 当然具体的例子大家也我我今天也就不用对数了可以到我们的官方文档里面的tutorial里面啊flow啊flow在app quickstart里面可以看到呃这个这个想说明的就是呃dapper wallet他在于揭露层面上来说虽然他是一个托管钱包但是他在揭露层面上其实和一个去中英化钱包的揭露方式是一致的那这个主要还是fcl的功劳吧对 啊而在ivenessed54钱包他呃啊购买ico或者说购买呃发送交易的流程来说其实呃会稍微的和我们现有使用的这个呃呃去中英化的签 Nash 不太一样的点呃就在于整个的过程它会有一个呃呃大家有可能看到第三条线的整个的过程呢它会有一个呃呃r和在ET块wallet的中英化服务器里面 更多交互的环节 那这块中心化服务器里面做的事情 无论是说显示the Apple Wallet的checkout的UI 还是说支付这些 其实都是偏中心化的事 因为更多的接触到的是银行卡 转账电汇转账 就是ACHR等等 当然你crypto token也可以 但这些业务其实都是通过中心化托管的 和中心化的一些方式来去解决的 当我这些crypto相关的 当我这些就是说和支付相关的信息 都完成了验证之后 用来支付的交易 才会被签名完成 送回我们的客户端 然后客户端再将签名好的交易 发到了区块链上 然后在区块链上完成了所有的情况之后 那就可以收到实时的余额更新 NFT投放都OK 所以这件事情上虽然看上去是OK 一个托管类的钱包 但是他在完成了自己中心化托管相关的 支付相关的事宜之后 他依然是将交易进行上链的这样一个行为 所以通过FCL的整套揭入来说 如果你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钱包的话 其实在第一个FCL 把交易送上去之后 对于去中心化钱包可能没有第三个这边 dapper wallet这么多复杂的步骤 可能就直接完成了签名 然后就送上链了 整个流程就完成了 对于dapper wallet的话就多了中间这一个流程 所以 就用因为这样一个FCL的一个流程设计模型 就可以让就是说无论是 去中心化的还是中心化的 托管的还是非托管的钱包 都可以自流的去使用flow供链来做所有的区块链上的事情 但对于消费者来说 对于一个webware的消费者来说 他其实并没有感知到我们最后的flow上flow链的这一件事情 他其实和一个在其他的电商网站上做一个消费的体验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这也是说dapper wallet想给webware的那些用户带来的这种体验 最后一个模块 我大概是想说一下flow在整个 就是路线上的一些思路 对刚刚也聊了dapper wallet这件事情 就说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dapper wallet是一个很中心化的内容 但虽然他最后那一步是上了flow链 去让人感知到了区块链世界 但一开始的设计是一个托管类的钱包 有kyce有ml等等的这些内容 但是这其实是dapper labs在整个的路线中 一个思考和一个想法 我们整体的思路就是一种渐进式的去中心化 无论是从区块链角度开发角度 还是从用户体验角度 所谓的区块链角度的逐步的去中心化 前面我也聊节点的时候也提到了 最开始我们所有的节点都是dapper自己在管理 而目前来说 我们有411个在跑的节点 其中对于共识节点来说 大家对安全性考虑最多的共识类型的节点来说 flow控制的节点已经不到了三分之一 而计算节点收集节点和验证节点 flow控制的占比目前还在50%左右 然后也是希望有更多的节点互商 愿意来加入到 整个过程都是来加入都是ok 只要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节点的运行的标准 都可以来尝试申请 但就是有一个问题就在于 也不算问题 就是一个设计的形式 是我们flow的节点 只有在每次我们进行版本更新 就是我们称之为sport 版本更新的时候才会更新白名单 就是基本上两个月一次 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其实也是 需要在就是说每次sport之前到port上进行注册 然后慢慢的进就进入到我们的白名单之后 才能成为我们的就是 功能节点之一 然后第二块是我们在开发层面上的一个逐步去中心化 最开始我们的 就像NBA top shot NFL等等产品 都是由dapper自己开发 自己在flow链上做的一个内容 然后到了其实去年我们就是可以由开发者进行第三方开发的内容 但这个过程中是只能由flow完成了对对开发者的代码的审计之后才能由flow来部署到主网上 而在今天去去年q4的时候 我们flow已经和不少的审计机构达成了合作 就是像quanstep他们就可以有代码的部署权限 那如果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资产敏感的一些合约 大家希望有更好的审计的话 可以去找ark或者quanstep 让他们进行审计 然后留他们来进行自由的部署 当然flow的审计会更快一点 主要是功能上的审计 对 然后在今年大概 今年6月15号 就是下个月 6月15号之后 已经就可以说一部分的已经在链上部署过的开发者 可以自由的对合约进行更新 对这里忘了补充一点 就说flow的合约是可以有可以进行自由更新的 对 不是一次部署就永久了 因为我们的账户模型的合约模型特业所带来的功能 对 然后在6-7月份的时候 当我们的说这次6月份的spoke比较稳定之后 我们会彻底开放开发者的自由部署 我们可以完成彻底的无许可的自由部署 就和其他的公链一样 所以整个的开发的去中硬化过程也是逐步的 而用户体验的去中硬化过程 也是一个逐步去中硬化的一个过程 从最早我们自己开发的Depro Wallet 刚才介绍的完全托管钱包 到去年我们上线的brookto 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半托管钱包 因为它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托管模式 一种是自托管模式 而自托管模式是通过多签的方式 由客户端和手机端和服务端同时进行签名 完成资产的交易的签名 然后为商量 对补充一点 就是说flo的账户account模型是天然支持多签的 所以大家对于一些多签管理来说 是非常容易来实现的 因为就甚至说我们如果不想给blockto 加各种私钥导入到其他地方 也是非常方便 然后现在在今年的就这个月 我们的第一个浏览器钱包 Politico也上线了 所以我们在整个的用户体验的过程中 也是从web2的用户慢慢的去中硬化 慢慢的让web3的用户来使用我们的钱包 使用我们的区块链 对 整个的 整个的开发的那些思路上面 就说更多的是在于 一个全新的一个面向未来的设计 对这是一个我们总结的一个flow 它的一些想法和一些思路 flow它开发了一个区块链 但它其实是这个区块链是面向主流的 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用户 更多的消费者来使用这个区块链 同时它也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多节点架构 它就像一个工厂 整个的流水线运作 整个的自己 整个流水线上自己的节点做好 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而它重新也开发了一个自己的编程语言 它重新定义了区中硬化的概念 让区中硬化不只是节点的分布的区中硬化 而是资产可访问性资产分布的区中硬化 让用户的资产真正属于了用户 而同时大家也可以从前面说的很多思路上面来看到 它更加专注于的是主流消费者和Z世代的年轻用户 当然这个是partnership上面 我们今天也没有很多讲 但说从技术角度和它的产品设计角度 它很明显发现它的面向的用户是主流的消费者 而不是传统的可能会不透明 这个是之前一篇文章里边 就是对flow的一个想法的一个表表达吧 一句话来表达flow想做的事情 就是flow希望能确保数亿人 数十亿人以及任何人都能够在flow上进行自由的构建 就进行build进行持有 对吧 进行各种互动 也更为长远的那些发展 这可能就是flow从始至终一直想做的 也会一直坚持去做的那些事情 然后我们最近也发起了7.25亿美金的生态基金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走通过这个链接去看一下 就说我们和大概21家生态基金合作 基金主要是投资类的 就说如果大家有项目想在flow上做开发 或者说是想揭露到flow 同时你本身项目又有融资需求的话 那是可以去找申请链接 因为通过我们这边的审核的话 我们就可以觉得不错的项目 也会同时递交给我们这21家同步的机构 大家去进行这样一个项目的递交 然后对于纯开发者那一块 我们也有一个grant program 开发者知识计划 那有一些新的idea 或者说想可能并不是特别商业化 但是想去给在就是waveflow 做一些更好的基础设施的一些想法的话 那也可以走developer grant这条路线 旁边我这个我放了一下 是我们的官方小助手的微信号 如果想和我们官方团队来联系的话 也可以就说通过加微信号来直接和我们来进行沟通 我们也可以有更帮忙去推一些项目 无论是走走developer grant 还是前面的这边的生态基金的这块的一个递交 我们也可以帮你们去说更好的一个做一些咨询 更好的让你如何更方便的去能通过这些 生态基金的申请 然后我这边的大家分享就是到这儿了 对然后话总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唐老师的精彩分享 刚才唐老师从flow链的这个发展历史 技术架构生态项目以及他生态当中 很多的这个扶持计划等等吧 各个方面为大家给flow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介绍 特别是在这个技术方面 像我们就是比较详细的展示了flow链 它自身的一些一些特点 包括这种多点多节点分工的这种架构 数据存储与其他区块链的这个不同 以及一些开发者工具等等 我相信大家在听完唐老师的介绍之后 肯定会对flow链以及这个flow生态 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 那么作为一个非常适合NFT发展的一个公链 我相信在目前的这种NFT的热潮当中 flow的生态也会继续不断的发展壮大 那么最近NFT确实是整个加密货币市场上 最受关注的一个领域 那我们Safalio Venture也一直在对NFT 进行一些跟踪和研究 那么今天也在这里吧 借这个机会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对NFT观察到的一些趋势 以及我们的一些观点 大家稍等一下我分享一下我的屏幕 唐老师你可能需要先结束工具 谢谢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 可以的 好的好的 那我就从几张图外来跟大家一起聊一下 大家先看一下这第一张图 就是第一张表 这张表是什么呢 就是交易量前100的这些NFT项目 在不同的这些供链生态当中的分布情况 它分成了三点 第一点就是总交易量 总交易量是这里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以太坊是明显的占了绝对优势 大概在90%以上 那其实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因为以太坊一直是整个这个加密货币市场 它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源头 其中了大量的这些开发者用户 或者是项目方 它的这个地位还是难以撼动的 所以说从总的这个交易量 从历史这个非常长时间来看的话 以太坊是占了非常明显的优势 但是呢 如果大家再拉一下 拉一下一些比较短期的一些指标 一些交易指标 比如近30天的交易量和近7天的交易量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在这些近30天的交易量和近7天的交易量 这个项目的分布当中呢 以太坊是明显是减少了 而所欧纳生态里面 这样的一些项目的数量 是明显是增多了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Selona生态里面的这个NFT 正在迅速发展 它现在应该是成为 仅次于以太坊的 这个第二大的一个NFT的生态 它生态里面的这些项目的数量 包括参与的用户的数量 交易的数量都在迅速的增长 那么这里就是形成了一个 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点 就是为什么最近这些NFT项目 正在从以太坊 迁移到其他生态 正在从以太坊去外溢 一般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些 比较老生常谈的一些问题 就类似于像以太坊的一些 自身的性能瓶颈 什么使用的GAS倍比较高 所以给了这种其他供念的 一些机会去发展 其实这个逻辑呢 跟DeFi很像 但是是不是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觉得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图 这张图 这张图呢 是以太坊的一个 GAS费的一个使用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概是从三月份开始 这个以太坊的GAS的使用 是一直成一个下降趋势 也就是说在三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在近期这段时间里面 以太坊的GAS的使用 是不胜目的 也就是说它可能 没有以前那么多 那使用的费用呢 可能也没有以前那么贵 那么为什么在它 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贵的时候 反而发生了这种 以太坊的这个 NFT项目的向外的这种 这种迁移的 那这个内在的这个逻辑呢 可能跟这个性能和交易费用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可能也不是那么直接 需要再去详细的去看一下 其实NFT呢 跟DeFi这样的项目 还是有一些 比较明显的一些区别的 就是对于DeFi项目来讲 不管是DEX 还是Lending 这种类型的项目 用户都需要 频繁的去跟这些公链 去进行一些互动和交互吧 就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的性能很差 或者你的使用费用很高的话 那对用户的 这个用户体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为用户可以非常明显的感知到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像Solona这种比较便宜 或者性能比较好的公链 那就比较容易去吸引用户 去或者说项目方去加入了 但是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这些NFT项目 大部分都是以PFP为处的 也就是说我除了Mint 和最后的这个买卖交易之外 不需要跟这个公链有太多的这种交互 所以你仅仅是从性能和费用这个因素出发的话 似乎很难去解释这个外溢的这个动机 当然有些项目方可能会说 我未来要构建一个非常宏味的这个蓝图 对吧 可能会跟链有非常频繁的这个交互 但是那些都是后话了 需要高性能做精神做支撑等等 那现在这种项目还是非常少见 所以除了性能和使用费用之外 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造成了这个目前这些NFT项目 从以太坊走向其他生态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这张图是什么的 这张图是不同生态里面一些 开发者的一个变化 这个横轴呢就表示2020年 这些生态里面开发者的数量 纵作标呢就表示2021年 开发者的数量 2021年的话 就跟我们现在离得比较近嘛 那我们可以就是近似的把他认为 就是目前他这些生态里面 这个开发者的数量 那这张图上就意味着 就是说我的纵作标越大 那就说明我这个生态里面的开发者越多 然后我这个图上的每一个点 比如索罗纳尼尔 就是polygon等等 每一个点跟远点的这个连线的斜率越大 那就代表我在2021年 我这个开发者数量的这个增量 这个这个斜率越大 代表我这个增量越大 那很显然呢 这Solona这个点 它不光它的绝对值很大 而且它的斜率也非常大 这就证明 Solona生态在2021年 我们涌入了大量的这种开发者 那大家都知道 开发者多了 那我生态中的项目也多了 那我吸引的用户也就多了 所以说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嘛 那么我觉得这些 开发者数量的变化 可能是Solona生态 在近期直接MVT项目 不断向前发量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助理 然后第二点 就是除了这个 网络的这个性能 运行成本之外 我觉得这个财富效应 这个FOMO的情绪 在短期之内起的作用 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大家可能最近都关注到了 就是Solona生态里面 OK贝尔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 在短期之内 它的价格 这个NFT 价格涨了非常多 就是在一个 其实相对来说 市值比较低 我的流动性 也不是很高的一个项目的理念 我去做一些价格的维护 或者直接一点 就是说我去做一些这种 拉盘的操作 其实相对来说是非常容易的 但我只要有这么一两个项目 做示范 或者是做吸引 那我可能就会让市区里面 更多的这个用户 或者投资者 参与进来 造成我这个生态里面 其他的这些NFT项目的价格 也随之进一步上涨 但我觉得第三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Solona生态里面 它在这就是这一波发展之前 它已经有了一些 非常完善的NFT的一些设施 包括刚才讲的项目和开发者 包括它的一些交易市场 就比如这个MagicAID 它现在的 已经就是支持了很多 Solona生态里面的这些钱包 可以非常方便的 支持这些更多的用户 到这里来进行一个交易 整个的用户体验也非常好 那么就在 就像刚才前面提到这几点 在我开发者 我这个风态的扶持 我这个比较完善的这些 交易的这些技术设施的前提下 那么我现在只需要一个契机 那么我可能我这个生态里面的 这些NFT项目就能起来 那这个契机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契机就在 以太坊上面 这个AdSite 这个侯地的这个拍卖 就是经过几个月的发展之后 以太坊生态里面的这个NFT项目 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些 比较头部的一些团体 在这个AdSite的这个拍卖之后 以太坊上短期之内 已经很难有就是更热门的项目出来了 而且很多这些投资者去参与完 这个AdSite之后呢 他的资金已经被这个项目 就是就给锁定到 然后以太坊上面的NFT市场呢 就出现了一个真空 那么这个时候呢 Slow呢 有了前面刚才讲的那些积累之后 他就抓住了这些机会 能很快速的去发展起来 那讲到这里呢 大家可能就会想 就是在DeFi的时候 我先是在以太坊上发展起来 然后后面呢 Slow呢 Avalanche BSC啊等等 一系列的攻略 都去参与到了 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 放场道中 从中就是获得了一些红利吧 那么在这个NFT市场方面 会不会也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就是我现在 之前以太坊发展起来了 那现在Slow呢也起来了 那其他生态呢 就类似于像刚才说的 Avalanche Phantam 包括我们今天的主角 Flow 是不是也有机会 就是随着这一波 NFT的行情 也会先后就从中受益 相信就是刚才 大家听完唐老师的介绍之后 一定会觉得就是 这些生态呢 其实也在做着 各种各样的努力 出台各种政策来帮助 生态里面这些NFT项目的 这个发展 就是目前来看呢 就是NFT还是处于 非常早期 它的竞争可以说是刚刚开始 就是在这样一个 就是增量的市场当中 而且它的增长潜力 还是非常大的 这样一个市场当中 我觉得其他的这些工链 都是非常有机会 去从中就是封一块蛋糕的 包括一些 我发展的比较好的一些 优质的NFT项目 他们甚至可以自己 形成一个自己的 或者是自己去开发一个 适合自己的这种NFT的底层的基础设施 像Flow Ivo Launch这些 包括Polygon Near Immutable X等等 就这样的一些 适合NFT发展的一些 底层的一些供链生态吧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这里就不展开 就是再做更多的介绍了 最后呢 也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对NFT市场的一些想法吧 我先声明一下 我不是一个NFT非常资深的一个玩家 就是下面的一些观点 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就不构成任何建议 就首先呢 我觉得就是NFT市场上面 这些项目的变化 特别快 就是可能这两天 你看起来一个非常火 热度非常高的项目 那你可能过两个礼拜 这个项目就看不到了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其实跟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没什么关系 这就是我在网上随便搜的一张 市值排名前十的一个加密货币的一个变化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在这个对于加密货币 就是我们主流理解的这些加密货币来讲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 这些头部的项目是比较稳定的 有些项目可能能持续个七八年好几年 也有些项目能持续个三五年 就是说你排一个就是按年排一个这种加密货币 前十的这个表的话 你还是能看出来很多一样的项目在这个表里面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愿意去观察一下的话 你想排一张NFT市值前十的表的话 但我觉得你可能不能按这个年去排 你得按比如说星期或者月去排 因为这个变化太快了 就这两天你还能看到非常非常较量非常高 非常数据非常大的这种项目 可能过两天你就看不到了 我个人的观点 就除了这个BAYC生态里面的这些项目 以及像Criptopunk这种早期的项目之外 其他的NFT项目都有可能就是短时间之内 就是大幅贬值或者是直接消失 但是只是我个人观点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观察一下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我觉得现在大部分这种 NFT项目它的价值支撑 是要比我们之前聊的这些加密货币 它的价值支撑就是更弱的 就之前大家可能也看到 就是Azuki这个事情 就是一旦它的创持人 爆出来一些就是类似于像什么 Rug项目或者是一个项目 做了一段时间又不做了 这种相对人家看起来 有一些些正常在这个圈子里面 有一些些正常的事情 这种事情爆出来之后 它的低板价都能直接去跌个5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夸张的 NFT项目很多就是来自于一种 社群的这种归属感 这种归属感其实相对来说 有时候是非常脆弱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期内 大家去参与一些NFT项目的话 可能大多数是不值得就是长期去参与 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目前的这些NFT 特别是热度比较高的一些 那么很多还是采取一些 类似于DeFi的一个玩法 就是说你拿着我这个NFT 那你可以获得我下一个NFT的公投 我觉得这个作为一种影响手段 这个其实是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从根本上来讲 它没有更多的这种价值创造 就是从投资就是BAYC 到其他的一些比较热度比较高的 像MOMBURG这种项目吧 我觉得它用这种方式去 扑获大自己的这个生态 引更多的用户 这个没问题 就是它这种投资项目 它是有一些能力去为这些 不断发出来这些NFT或者代币 去进行赋能的 让它在这个生态里面去运转起来 但是对一些 市值比较小的这些NFT项目来讲 我觉得你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反而可能会稀释 你原来这个NFT的这种价值 其实这个方法 或者说这种手段吧 在近期的LUNA事件里面 大家应该就有所体会 就是说你无限去增发这个LUNA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它会把整个的这个项目 整个就给带崩了 所以这些NFT项目 还要更多的是从价值支撑 和负能的方面去多下功夫 然后最后吧 也跟大家就是再分享一下 就是现在这个市场环境 其实是不是很好 就包括加密货币市场 包括整个这个金融市场 都是处于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 那在这种趋势里面 这种应用类的项目 就是或者具体来讲 就是某一个NFT这种项目 可能会变化比较快 它可能很难去穿越这个周期 或者是有一个比较长期的价值 反而是一些工具类的 这样的一些项目 大家可以去更多的去关注一下 那其实今天分享的时间也挺长了 我就讲这么多吧 然后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跟唐老师来一起交流讨论一下 看法已经有些朋友在在说 对我刚刚看到一个 关于gamefi的问题 还有一个关于 对对 唐老师可以回答一下 对 其实 DDoS那个也挺难规避的 因为就如果是 但就和索莱娜还不太一样 因为索莱娜 它其实是很容易被DDoS 它的本身的 发起的成本也不是很高 它佛罗其实成本也不是很高了 目前 这个可能也是在和 就是Global的节点团队也在聊的 因为其实内部也聊过这个话题 感觉目前的解决方案 可能还是得从节点的一些安全策略上来来解决吧 因为我们还得分辨出这个 就Flow相对于其他的就就功联稍微有点特点 地方就是说我们的交易其实是一段脚本 就说它不是一个针对某个方法的一个调用 所以我们理论上来说如果对于脚本 他就说里面的 script里面的这个这个具体你之前干了些什么事情是可以通过 呃就语义分析的方法来明确知道你要做什么的 对呃 就是更加直观一点 所以就是理论上来说是可以通过呃 发过来的交易对他进行一些语义分析 然后后来看他是不是意图呃 是是明确的意图进行DDoS的 还是呃进行就是说那个正常交易的这个来来做 那这个都是在在在在构想啊 有因为这个节点Protocol团队也是在聊这个话题 也具体也没有现在也没有什么结论 对呃 但从从本的确是一个低成本的一个一个一个网络 目前其实我们flow上的呃交易的成本比sorana还有低 呃目前应该是整个区块链网络里面最低的一个一个成本了 呃基本上是0.000一个flow就可以发一笔交易 所以目前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吧 就我只能说这个是啊Protocol团队 就是节点协议团队也在讨论的一个话题 对 然后呃就第二关于flow是否适合gamefi 呃这个其实是肯定的 就是说flow是非常适合gamefi的 因为呃就在我们前面分享的过程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在就智能合约语言的那块分享 大家可以了解到 所以他在整个的语言设计层面是一个非常 呃就贴近现实生活理解的一个一个语言设计 那同样的他在呃就说对于游戏上来说呃他的资产和的一些呃游戏资产的一些管理 他更加贴近于传统的游戏后台开发中的呃就游戏后台中的那些那些数据结构 呃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想象到就是说中央账本式的传统的那些智能合约里中央账本式的呃这种存储的方式来存储用户的资产其实是反直觉的呃他并没有那种 那种很直观的告诉你你拥有什么的这样一个感觉啊 那那这样的话就说但对于一个呃像传统的游戏开发商或者说是嗯传统的就说呃以前做过游戏的那些人来说来你去理解cadence里边的存储结构的话就会觉得这个很自然 这就是我们以前开发游戏后台里边的那些数据结构的组织方式 所以呃这是flow对于gamefi类游戏来说呃就说想从传统游戏转来做gamefi的那些开发者来说非常友好的一点呃但如果说ok你你是呃可能偏金融角度来做gamefi的 就是说你fi的那边更重的时候你就会可能会有些不适应因为又说你你你你你从从sority那边啊那种那种那种fi程度很高的那些来来做这个gamefi的呃情况会对cadence那种架构就有些不适应 当然你调整过来也就ok来了但只是说一个逻辑理解层面上的不适应 所以呃对于就是说flow是否适合gamefi在第一个层面上来说就要看你这个game和fi的比重是怎么样的 如果更偏game的话呃会觉得这个flow的智能合约语言就很很舒服对吧很自然 如果他更偏fi的话那就可能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呃第一个层面上flow呃可以适合gamefi的呃非常适合gamefi的一个呃一个一个角度吧 然后还有第二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说从交易层面我刚才也聊交易的时候也说了啊flow的交易它不是一段就是说函数调用或者说是呃不是一段直接的一个一个data code 因为用solarity的开发者肯定就知道就对solarity的呃调用其实就是data字端里面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串一串啊就是一串啊调用码对吧 然后去区块链给你们掉下合约里面的某个方法啊但对于canus来说他不是这样的啊canus来说他的呃整个的交易他其实是一段脚本 就是说我的交易其实就相当于我希望将我这段呃可质性脚本丢到区块链上 进行代码的执行 所以这件事情对于ganfi里面来说是非常友好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在一个交易中完成多个我想让游戏中出现的啊 啊我想在游戏中进行上链的行为啊这件事情其实对于solarity的开发者来说是很痛苦的 就如果我想啊同时做很多事情 但这些对游戏中复杂逻辑来说我想同时做很多事情 那这件事情又呃可能要顺序或者说按照不同的条件进行不同的顺序执行同时又希望他在同一笔交易里面发生 那这件事情对于solarity的开发者来说是我我我我我我因为以前也是开发游戏的我就会认为这件事情非常痛苦 但是对于cadence来说的话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对于啊交易语言的使用我可以将游戏中的那些业务逻辑啊一些条件判断都放在了我们的啊交易的scoop的代码中 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对于gamefi呃比较适合的地方呃然后就说其他类型的一些呃无论是说我们的手续费的一些情况呃还是说我们多签的一些情况也是比较适合gamefi的呃这两块是怎么说呢呃手续费首先我们的flow上的手续费是完全支持代付的 就是说我们的交易呃呃签名了之后我们的交易的签名的使用方式可以呃只负责我们对于这个交易执行内容的呃确认签名 但是你至于你这笔交易是谁来付手续费其实是无其实是可以由任何一个flow链上的手续费支付方来支付因为我们在交易中将payler这个字段是独立出来的 所以呃支付手续费的人是可以和交易的发送人交易的相关人没有任何关系这也就是说我们呃能由服务器来很容易的去接管那些用户发送的交易来帮他们付手续费 这件事情上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玩家其实就不用关心我钱不够的问题对吧这些事情是可以由全部由由我们的啊game developer或者说game那端的呃就服务 提供商来我来完成的啊这是一点然后我刚才说第二点啥类似的呃手续费和啊忘了那我也在玩跳过吧呵呵呵呵呵这就总之我们在游戏的呃相关的业务上来说呃都是就是有有更多啊第二再想起来第二个我说的是第二个说是天然支持的一个啊 单笔交易里面的多重身份的签名 就是相当于我 A用户和B用户进行交互的时候 对于区块链来说 它可能一样其他区块链 可能就是一笔交互里面 只有A用户能能进行一些行为 但是Vlo他的因为刚才也说了 交易其实是一段脚本 而同时我们的这段脚本的执行的 就是说它的主体 其实是可以由不同人 就是除了我刚才说的手续费 由其他人来支付之外 我这笔交易里面 也同时可以由不同的角色 来做不同的事情 也可以放在一笔交易里面 那只是整个交易的过程中需要多钱 对吧 A用户签完名 B用户再签名 然后这样的话 两个人都签好名之后 那个交易执行实体的这块 签名就完成了 然后再交给 我手续为支付方再进行一次签名 那再会最后交易在上面 那整个的过程中 我可以由玩家 服务方 服务器 进行一个多重的区块链交互 这块其实对游戏开发 或者游戏使用上也是非常容易的 你就省去了很多 就是说授权 或者说是这样的操作 能集中式的完成一件事情 挺有趣的一些设计都可以在这边来实现 所以从多种角度来说还是蛮适合游戏的 好像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下怎么看 Chainless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唐老师了解的多吗 我这里加一个comment 因为最近纽约有一个Chain Analysis会议 然后有一些FBI和SEC的监管机构 包括一些律师 他们就是现在FBI在Crypto案件当中 比较多的接触到的案件类型 其实是NFT的这个丢失或者被盗 所以正好这个anchor一下 这个唐老师刚才说到的 就是flow从相对来说托管式的一个钱包 去解决了这些资产被可能会被丢失的这个问题 对所以说在FBI的案件当中应该是这个flow的相关的案件 可能是最少的 对就像这个comment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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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唐老师这个我觉得下一个问题其实问题 就flow它还是有背后有比较强的资源吗 像当ABA 不说等等 就是这个朋友他就问一下 他是怎么去 为什么可以拿下这些资源 对 他背后的一些一些对吧 嗯 那些团队的实力 对对对 可以从这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块其实我不是很确定 因为 呃拿下NBA Topshop是18年8月份 罗汉自己去谈的 呵呵 我们CQ 我们CEO罗汉去和NBA谈 然后 呃 就就相当于可能 呃应该是以原来的呃投资背景 因为当时已经HQC已经投了吗 然后之前的加密猫的一个NFT藏品的这样一个背景 去和NBA谈的 在18年4月份的时候就和NBA那边谈错 对 就是蛮蛮早的 然后NBA相当于是第一个打药吗 相当于是 呃我觉得说一个几方面啊 一是说原来已经做了加密猫 在以太坊生态里面已经火了 然后当时呃机构 就是说已经有不少机构已经投了 对 像AC6C已经投了DeperLabs一段时间 然后呃他的愿景也是就flow的愿景也是要做呃 就说一个面向消费级的一个公链吗 然后呃当时也需要一个比较好的标的 那就NBA就相当于是当时很早就去谈 然后当时其实呃大家也就大家就主流的IP 其实当时还不是很了解NFT 那ok作为一个呃发明NFT的团队去找你去谈这个 我们想帮你在区块链上发NFT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去谈的 呃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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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吧 对 然后NBATopShot当时拿到NBA授权 然后发了这个NBA其实去年就是NBANFT打火了之后呃 相当于这个标杆已经立起来了 就是说这个打样已经打成功了 那之后去谈其他的就是UFC啊NFL啊之类的就会相对来说会比较方便吧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呃早期路场 因为这不是现在谈的是一半年就谈的早期路场的一个一个优势吧 而且早期路场的时候也有比较好的一个背景 加密猫啊啊啊就是AC投资啊等等这些东西 呃我想这个应该是呃我我差不多回答完了 好的好的感谢唐老师 好非常感谢啊唐老师今天来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啊 也感谢啊大家今天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啊 感谢感谢 那我们就啊下期再见 谢谢